大家好 我是Neko 姐姐黎老師 今天來分享一個大家早期都很流行的表情圖 看到這張圖有沒有聲音 接下來我會用12分鐘去完成這幅畫 大家來看看怎樣畫 首先我會用黑色的原子筆 去勾出妓安或者伴虎的面型 其實老實說我這個過程是沒有剪到的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嫌悶可以直飛到後面中段 我會用整個稿 當然你們如果想看我慢慢畫 我都無人歡迎 有些朋友留言告訴我 我畫到妓安是英俊了 雖然我自己就不太覺得 因為其實她的樣子大約是差不多 而且她們是嫌心海的毛不夠多 想想一下其實大家真的很重口味 或者這樣說 畫這個純粹是分享搞笑的 其實如果大家會懂得按進去看 其實大家都是很重口味的 因為平時的頻道都是畫卡通多 所以其實畫漫畫就好像 只是美少女戰士那條片 試過 其次好像都沒有玩過 其實如果大家喜歡的 我都可以畫多些少少這類漫畫 當大家一起課分地玩一下 因為想做出有少少少草稿的感覺 所以可以在線條之間 來回地畫上 製造某些部分的粗幼感 可以增強一些漫畫和線稿的效果 做好她的外圍之後 我們才畫她的表情 這樣就會比較容易掌握到她的比例 上眼線的部分可以加粗 因為運用線條的粗幼 我們可以將角色的情緒加強 眼睛都是角色的靈魂所在 一般學生畫得比較用心的 都會在眼睛的部分 有時需要注意落筆的大勢力 例如眼淚的部分 我們可以輕力一點 線條就不會太實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看漫畫的時候 如果角色的眼珠沒有填黑 會有一個驚恐的感覺 相反 如果你把眼珠填了顏色 只要加上反光的位置 看起來會比較精靈 這也是不同的眼睛畫法的技巧 看看你需要表達什麼氣氛 因為它們可以看到 因為它的表情比較崩潰 我們表達它的黑眼圈的時候 可以誇張一點 加強它的線條也沒問題 就可以製造它超深黑眼圈的效果 這個畫法在漫畫界中比較常用 大約會用在角色角度驚嚇 或是沒有精神疲倦 甚至是精神狀態崩潰 這些線條就會加強畫黑眼圈的畫法 加強氣氛 加強系列 然後加強系列 加強系列 加強系列 多種青毛系列 加強系列 高系列 可以畫青筋給他 相信有看過漫畫情節的朋友 都會了解到技安當時有多崩潰 然後還有技安面部側面的陰影 我們用一些線條去表達 我們用斜線就可以了 然後這些線條是需要輕力一點的 不要太大力 不然就會變得太實色 記住一些誇張的表情表達 我們要畫它的表情文 它的臉千萬不要太滑漏 有時它的線條可以粗造少少也沒問題 因為我希望快一點 所以我就選了水彩 主要的顏色都是有白色 藍色和深藍色的 用這三種顏色去搭夠 就可以完成整幅畫 我們先下淺藍色 如果顏色不夠深 我們先慢慢加進去 因為如果下深色的話 我們就很難可以變淺色 然後再用深色的藍色去做技安的陰影位 技安的面部的暗位大約就是它的耳窩 還有側面斜線的陰影位 還有它的眼底和兩隻眼中間 鼻子上面那個色塊都是要比較深色的 然後它的下巴 還有它的額頭位都可以給一點點影 這些全部都是加強它的面部光暗位的 可以做一個比較強烈的對比 我在它的胸口部分都下了少少影 貼近下巴這個位可以加強一點 因為它的角度是由低望上去的 所以下巴這個位是會比較深色的 加熱門小便 在下巴這個位置 還有大約非常細長的 許多一點 對比卡 那個方式 很大 我把她的頭髮塗在深藍色,所以我直接塗在深藍色 我拌了一點綠色去營造,但如果你們直接塗在深藍色,其實也沒問題 我把你的頭髮塗在深藍色的地方 我把你塗在深藍色上,看來我把油藍色的地方 我把油藍色的地方做很好的 我把油藍色的地方做得到 我把油藍色的地方都塗得到 我把油藍色彩的地方都塗在深藍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n 我選擇了淺藍色 最後最後再放白色 把汗塗上去或某些會更光的位置 還有眼淚 我們要輕輕掃一陣白色 也可以的 這個驚嚇版的寂安表情就完成了 其實也不太困難 有畫底紙的朋友也可以試一試 多謝各位收看 我是Nicole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 那就不會錯過我所有畫畫的影片 如果你有甚麼想我畫的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喜歡的就記得分享和訂閱